歡迎收看這一小时 台灣大搜索之聚焦人物 我是赖玲英 号称永远25岁的港星谭永玲 最近曝光了他有一个20岁的儿子 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高材生 不过谭永玲始终低调 原来他有两个老婆 原配掌管财产 小三负责养儿子 有一天就传出正宫看破红尘 剔度出家 还把谭永玲 近40亿的资产拱手让给了二奶 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谭永玲始终 必谈这件为社会带来 不良示范的丑事 但是一张普文却露了些 推着行李戴着招牌眼镜 旁边还有长发女子相陪 难道是谭永玲巧巧搭机 来到台湾吗 但拉近点看 不是啦 其实这是他的儿子谭晓风 简直同一个模子磕出来的 和谭永玲年轻时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她是五六年级生的回忆 1988年半梦半醒之间 红遍台湾的大街小巷 如果命内早注定分手 无需为我加以挽揉 就凭这首歌把我带到全世界 所有中国人的地方都认识我 怎会分手 谭永玲在香港的外号叫校长 然后永远25岁 那其实这个永远25岁的校长 这是有典故的 因为那时候我经常都在逐渣 延续五年六年开始就会 还有呢 还有观众每个都会唱我的歌的 可以唱校歌那样 那我就校长了 爱多一次 痛多一次 谁能忍受 一个人痛苦已足够 他不但唱歌还演戏 不但演戏 还拿了台湾的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 谭永玲先生 喊到我的名字的时候 不是我自己听到的 我还在为其他两个人拍手 以为是他们 这个刘勇 为什么不觉得是自己呢 从来没想到 刘勇其中一个对手 刘勇 刘勇 是演皇帝的那个刘勇吗 对… 他就 韩女人名字上台 真的假的 好像一张纸这样飘上去 他拍了一部电影叫 《讲经我是真的》 那那个时候他在里面演一个穷小子 十二块五毛 钱不够 我看你也是不够吗 港星能够拿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在那个时候来讲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他那时候呢 大家有牛气的那个画面 假如我是真的 号称永远不老 绰号阿伦的谭永霖 获奖武术 堪称演艺圈的长青术 其实已经65岁的他 受外界关注的还有感情生活 这么巧的 大家都喜欢鸡 我们真的头鸡 你要知道其实在那个年代 偶像的包袱是很重的 他们通常都不会希望 自己的感情生活 我更不希望让他的这个粉丝 知道他已经死会了 可是有时候纸包不住过 而且往往这张纸 是你想都想不到的一张纸 是富吻 他那时候虽然对外宣称单身 可是因为大老婆的父亲死了 按理来讲他的岳父 那死了富吻上面 一定要印这个名字嘛 所以人家才知道说 原来泰鸣结婚了 还是没听人家 这是我记个人的家事 家事我不讲的 媒体一追之下才知道 原来早在1981年 他用铃铛上进蚂蚁地之后 童年就跟女友杨洁威秘密结婚 当时杨洁威他是在一家化妆品公司 担任这个美容顾问 后来他为了嫁给这个阿伦之后 他为了他把工作辞掉 我其实非常的贤惠 也不太出来曝光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专门帮谭友林 要打理他的财务 他原配其实真的还蛮会理财 不晓得是不是 因为可能偏生就很会理财 不是不觉滚了40亿年 这个老婆什么都好 样样好 情愿做一个地下老婆都好 但是就是不能生 不能生这个对一个所有的女人来讲 都是最大最大的痛 没想到就在十多年后 膝下无子的夫妻俩 两人世界开始有了变化 我不能够违禀温重的艺人 可能也是本身谭友林 他所在的圈子比较复杂 1995年 当时他在一个 我记得是粉丝的一个聚会上 就认识了一个 当时还在念大学的女孩子 谁呢 就是我们讲的Wendy 朱永庭 这朱永庭 你想想看他是个角色 结果跟一个天王巨星碰面 你又怎么能料到 他们最后的结果会是 他成为他的小三 粉丝成了红粉丝季 还真正小潭又0 22岁 这个小三厉害在哪里 厉害在他不但帮他做经济方面 就是管理 帮他打理他的演艺事业 更厉害的是 现在就像了一个儿子 儿子一张照照片接连曝光 但谭永龄不认就是不认 我们要给你 好 再来一碰一碰 每回被问到儿子都微微动目 让外界物理看花 但仔细比对照片 父子两眉宇之间 明明很像啊 粉丝都搞糊涂了 直到又一张的傅文漏了线 那时候谭永龄的爸爸 要走之前呢 很希望谭永龄跟二房生的这个儿子 能够真正的认所归宗 那在傅文上面 当然一定要把这个孙子的名字打上去 所以那时候傅文一当初一曝光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 谭永龄还有个小生 而且还有个儿子 当然要不要打扰的小朋友 所以还是留一些空间 给很多艺人的小朋友 谢谢 谢谢 没关系 他就把所有他赚来的钱 全部都交给杨洁威 那你就会变成是一种原配 你就是负责涨钱 涨钱 涨权 然后你的小三呢 这个Wendy呢 你就好好的带小孩 生了小孩又是生了儿子 那真的是母童子 他帮他生了还真的是个龙子 他生了这个儿子叫做谭晓峰 你知道如果换身到现在的话 大概也差不多快20岁 然后这儿子也很成才 念到牛津大学 那对谭永龄来讲的话 真的是太好了 居住的儿子是学习成绩很好 是石油状元 他没有 这部分没有遗传到我们家族 这没有遗传您吗 对啊 各对象几代 都没有念出很好的人 宝贝儿子一路念到牛津大学 不只谭永龄引以为傲 小老婆Wendy的地位 也在谭家更加稳固 2011年当时谭永龄 61岁大时候 他在中环就办了一个生日宴 包括很多的这个香港的大碗都到了 你知道吗 他那一辈的那一带的曾志伟 一定是他好朋友 他们出席的就回忆说 他们看到的这个朱永庭 都直接叫大嫂 大嫂两字传进正宫而立 会好说吗 后来啊 圆佩啊 圆到最后你只能借助宗教的力量 所以后来他就显示一下 我在两边都这么多年了 我感情始终都一定有 有很深厚的感情 很多时候这个focus 都特意会是转了下去 挑些东西出来写 挑些东西 他们自己都有他们自己的专业 有他们自己的感觉 要做人 现在传出来说 圆佩已经不愿意再跟阿伦走下去了 他决定要出家 对不对 出家他可能看破红尘了 媒体拍到 在寺庙智联禁院里头 剃度修佛的 意思就是谭用林正宫 香港的媒体真的也是蛮毒的 他说你现在顿路空门 可是谁捡便宜些捡县城 Wendy 朱永廷 小三 港媒盛传疑似出家的圆佩 把谭用林的40亿资产 拱手让给二奶 但这些传言遭到谭用林连连博尸 回答到动怒 圆佩是否真被逼到出家 依旧无解 倒是渐渐长大的儿子谭晓峰 日以帅气 让谭用林终于卸下心房 谭侃儿谭 他年纪还小 我们要保护他们对不对 以前都是要小吃小孩子 安全的问题 他很高啊 比您高了吗 超过180 但毕竟坐勇双七 是违反一夫一妻的道德观念 因此谭用林满口爸爸经 必谈感情 只想代言好父亲的角色 一位指挥国内外各大乐团 被誉为台版交响情人梦的 知名旅澳指挥家 威以仁 七年前被曝学历造假疑云 现在国赔案胜诉定验货赔 但是背后牵扯的却是公务机关 血淋淋的人事内斗 台湾大搜索独家取得关键录音 了解这恶斗的重重内幕 今晚威以仁在青年之后捍卫了清白 但是法官也感叹 名誉回不去了 简直就是一面职场照妖精 这位曾经纵横中西乐团的 帅哥指挥家 现在在做什么呢 厕所是在那边吗 我这份管全部都要拆除 然后会成为那样子 全部都重用 随心的穿着 你能想象他曾经是横跨国内外 中西乐团的名指挥家吗 2003年在奥地利指挥国家 广国交响乐团 这是2005年在塞尔维亚国家剧院 指挥演出的波西米亚人 创下高票房 威以仁被誉为最年轻的 亚裔指挥家 日本媒体评为优雅而流畅的指挥 把中西乐器特色巧妙融合 当时他意气风发 各方邀约不断 2008年受两天乐之邀 回国引领国家国乐团 现在改为台湾国乐团 担任音乐总监 看似达到顶峰的人生 却因为这件事从云端摔到地狱 我什么都没有 然后又 又披头散发非常邋遢 我曾经写过状纸写 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觉 音乐的人来说 你要写一首曲子 是能够说服人 我要写的东西 是能够说服法官的 小大标题刊登 威以仁学历造假 进修课程写成毕业 威以仁忍了四个月 讲到激动处眼泛泪光 从来没有坦诚 我是进修写成毕业 当年他和委任律师 顾立雄出密澄清 并提告平面媒体 但不论行民事都败诉 事实上当时国内音乐系 并没有指挥系所 威以仁赴奥地利 攻读的是 维也纳纪表演艺术大学 高级指挥研究班 在参加征选国乐团 首席指挥时 被有心人质疑服报学历 法官调查结果是 经教育部核定等同博士学位 而且是奥地利演奏领域的 最高学历证明 并传唤维也纳办事处秘书 综合认定学历真实 但在当时的舆论 并没有被创清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 就像魔术的一种报导 让你根本分辨不出真假 连音乐界的人都搞不清楚 向媒体爆料的 竟然是国乐团的团员兼评审 牵涉到的是一场 公务机关的临选内幕 是否我已然被聘为 台湾国乐团总监已经一年 按惯例会续聘 但突然改成公开甄选 从一段评审间的对话 揭露不为人知的内幕 我说你就是直接聘 不要这样公开甄选 想说我现在觉得 跟那个年轻小伙子这样 被诊明招 被评估这样 那是那种 有点奇怪 昨天那个 昨天明明他给我打电话 然后他问我说 有没有担心这个 有没有担心 有没有担心 他说他也是 我是觉得不需要公平 不需要先免购 他其实 有一个关系最终的 让他免购 不要然后最后就聘 后面这几句话 金言和结果不谋而合 因为评审公布结果 甄选的指挥条件都不符从缺 并且和温仁已经没有聘雇关系 当时他正被假学历事件 包围 但在甄选指挥条件的简张里 虚任国内外乐团总监 实际指挥至少两年经验 以及国内外指挥经验十场以上 根本没有学历证明这一项 就在温仁人离开国乐团之后 该团又恢复用聘任的方式 就跟当初两天愿聘任他一样 这场所谓的公开甄选 明显针对他 目的是踢他走吗 我不晓得他们是已经做到疯了 然后到最后让我社会性的全面抹杀 每一季表演的乐团都会秀在 这个大的看板上 朗天院是所有的音乐家 视为最高艺术表演殿堂 但是一位在国外指挥 变了各大乐团的指挥家 回到国内 他的音乐生涯竟然就葬送在这里了 而爆料假学历的团员兼评审 以及所谓的高层人士 仍然在乐团中任职 反观温仁人开始面临各界质疑 这是他音乐生涯最后一场演出 2009年和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那一场音乐会是我一个 非常痛苦的音乐会 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记忆 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 告诉温仁人说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没有造假 我的敌人要攻击我 根本不费摧毁之力 任何人需要 一个指挥的指挥的时候 投递到各乐团的履历 全碰一笔指挥 高雄的一个乐团 他们在争选指挥 于是我投了我的履历去 但是我在书面审查 就被剔除掉了 竟然给我一个考试的机会都没有 据传闻了 因为在会议里面有人说一句话 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 宅玉归国三年 30多岁温仪人 因为假学历事件形象重创 音乐生涯嘎然而止 接踵而来是前期不谅解 婚姻破碎 我也是在这个七年的 无形的监狱里面 这是一个舆论的监狱 可能觉得我是 真的是一个不诚实的人 自2009年开始 他向国乐团及爆料团员提出妨碍名誉 损害赔偿 泄露个资等诉讼 统统败诉 从此踏上司法的不归路 苦读法律课程 要平反自己的名誉 我就是一直读 一直读 一直读 读到我的清白回来为止 因为我本来并不晓得 法院就像赌场一样 读每一次开庭又败诉 读每一次交叉询问 又获得心事证 他发现众被告之间的说辞 互有矛盾 慢慢拼凑出真相 哪些人是假学历事件的始作俑者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瘟疫人曾有最坏的念头 索性遇到了现在的妻子 支持他做对的事 我太太送我40岁的生日礼物了 没有她的话 我后许不会为她活下来 我半夜睡醒来是跟我去游泳完一样 全身都是汗 然后在那个床上 她是一个人的形状 她都知道 就像生命中的天使 温太太始终静静地陪在旁边 不愿意镜头对着她 法院成了一家四口最常去的地方 或许我不会是一个很成功的 失业的人士 但是我一定尽力做好一个 尽职的爸爸 我不会让她们一出声就有原罪 在这个跑法院 比演出还要多的日子 没有再接触音乐 七年来都没有在听 你都没在听 那我自己耳朵听得到 当我看谱的时候 我可以听一道 那你现在看你自己的表演 我根本不看 不看 你看就是难过而已 这时候我十几年前 然后我头发短短的 从衣柜拿出的燕尾服 已经尘封好久好久 从苹果日报开始了 七年没穿了 七年来已经胖20公斤了 因为药物的关系 新陈代谢变满 这个是七年前 最后一次演出的时候穿 以前上班就需要穿西装 欧阔 领袋 然后穿车站 现在上班方便多了 只有穿个胆裤 拖鞋就可以去工地了 不得不转职 和太太一起做室内设计 自己的家成了最好的样品屋 和工人沟通 还悟出了这番道理 做指挥是一样的 你要指挥非常多人 那我们也换了很多人 就好像有说团员会换嘛 换了一些就是觉得 自己能够信任的配合的 问他当年会不会因为 得罪团员而不自知 就像日劇韩剧所演的 一个要求严格却暴躁的指挥家 我最生气的原因是因为 你们拿的是国家的钱 那你们代表的是国家 然后你们的敬业的态度 是让我觉得非常失望 比较不专心的时候 我声音会大一点 还有就是说不行 这样不对 就是很像在带小孩一样 你要跟他讲一百次 不对... 然后一直到 对了 这是我要的声音 他说应该团员本身练好的本分 却变成他常常在陪练 国月和西月之间存在起见吗 当年的团员兼评审 是这么回应 乐团团员都绝对服从 指挥当下他对我们的 不管怎么样的行为 可是我们都绝对服从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反弹 我不能够去阻止文先生 对这个团的评论 但是我以团长的立场 我就我自己所见 我自己所观察 我带的团队 并非如此 既然是服从 为何侦选指挥时 台面下动作频频 可是连署是团员的权益 像有些团员他可能 就可能可以连署好几位指挥家 我尚未在场 我没有办法 针对当下的状况去做评论 权力造假案在判决中 已被法官认定为真 7年后的现在 文以仁国陪案胜诉定验 法官认定该团 及爆料团员是公务员 于执行职务时 应故意或过失 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权利 判赔40万 就征选方式里头 他又可以找到说 其实他是一个恶意的 公结的一个状态 他是审查委员 然后所以他在 审查那个资料的时候 给人家外泄了 他的个私的部分 侵害了隐私权这部分 二审认为 OK 这个部分可以成立 我一直希望正义能够找回来 因为真相不能只有一半 他只能说胜表遗憾 刘小姐赔偿40万 被寄申戒一支 而查证不时报道 学历造假的媒体 和瘟疫人和解收场 刊登澄清启示 也是在同样一个版面 而且还不是在头版 他这么小 温宇然之前民刑事九连败 现在国陪案迟来的胜诉 法官说出残酷的事实 就像曾经有一个法官 直接在庭上跟我说 你的名誉是回不来的 回不去的名誉 人生也从此转弯 七年前载玉归国的名指挥家 现在改行室内设计 国内打造出媲美国外的歌剧院 却容不下一位学经历丰富的指挥家 假学历事件历经媒体大幅报道 国陪案洗刷了造假污名 但音乐界这道高墙 早已把他隔绝在外 他是一个音乐人才 我代表凯文国乐团 所有的同仁 祝福他 艺人随堂幸福感生第二胎 撮合他婚姻的就是婆婆 资深艺人赖佩霞 婆媳两人就像是 真实版的犀利人妻 还有你知道清朝慈禧太后 跟前的大太监李联姻 后代在台湾 怎么回事 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台湾大搜索之 聚焦人物 犀利人妻隋唐 在现实生活中不悲情 幸福洋溢感生第二胎 她的婆婆就是80年代 宏极一时的气质歌手赖佩霞 撮合继子和隋唐这段姻缘 成为一家人 乐观正面的赖佩霞 过去有段不愉快的婚姻 就像是隋唐演的 犀利人妻的情节一样 在现实生活中 也曾经和小三交手过 来看她如何走过阴霾 看到宝贝儿子在校 艺人隋唐跟老公也好满足 一家三口的幸福模样 见傻旁人 隋唐年初与老公Pony赏婚 而这段姻缘 其实就是由婆婆 自身艺人赖佩霞 千里剪千 我第一次看到隋唐的照片 我就觉得 这一名怎么这么漂亮 我觉得好漂亮 然后再取隋唐这个名字 我就说这个艺名取得真好 直说自己第一眼就觉得和隋唐五恩 但一开始是女儿 也就是同位艺人的谢佩恩 Aki先跟隋唐拍戏几个 男女之间 真的有老朋友的存在吗 没 等等 你们两个 不会是黎大人跟陈又卿吧 我可不要当Maggie 打看一下看女儿工作状况怎么样 那知道她跟隋唐感情很好 那我常常跟她开玩笑 我说你有没有跟她讲 我是她的粉丝 她说没有 我说你怎么不讲 她说你自己去讲 她觉得她很酷 所以一直都没有接触 我也没有去探过伴 直到这部偶像剧 让赖佩霞终于能跟女神相遇 爱情如果可以那么简单被替代的话 你难道不会怀疑她的价值吗 所以当他们告诉我说 征婚起事的女主角是隋唐的时候 然后问我要不要去演 我说隋唐 好 我们故事很了解吗 我一看到隋唐 我一坐下来 我第一句话我就跟她讲说 隋唐你有没有男朋友 她就说没有啦 我说 我说杂志怎么写我知道 报纸怎么写我知道 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一行 我不一定相信 我就问她 她说真的没有啦 那Aggie也说没有 我说我们家儿子不错 她就她就一直笑你知道 我觉得真的不错 赖佩霞学隋唐的语气 还真有几分相似 当时她毛最次见自己的继子Tony 希望隋唐答应见个面 然后Aggie这时候刚好从外面就走进来 我说麻烦要把她介绍给Tony 她说阿姨啊 Tony不是她的太太 就说我说 我说隋唐喜欢什么太太太 她说她喜欢黑黑的 我就把手机拿出来 然后我就翻照片 我说Tony现在在非洲 他说真的很黑 缘分这种东西真的是要等待的 是 目前还没出现 如果大家有好 可以帮我介绍吧 真的喔 然后在我演舞台剧的那一天 刚好我就把他们统统邀在一块 一起来看我的舞台剧 我也好 因为我们好美丽就是你 那一天他们就第一次见面 然后我们刚好那一天是最后一天 所以晚上我们有庆功宴 我们就也一起找去 然后那一次Tony在台北 只待了三四天吧 然后他就回去了 就回美国 真的就是那三四天见面 然后爸爸很积极的就是 约了好几次见面了 我说他介入太多 对 是 我说是人家要追女朋友 你可以当军师 你不能自己下去追啊 他完全是以在追 他完全是以一副在追 追女朋友的那种姿态在追 我完全没有积极 积极都在爸爸那边 对 我们两个完全是 很酷的觉得是 没有 你也还是蛮... 我很兴奋 你兴奋 对 我是最 就是我不想碰 这是我好朋友 这是我哥哥 然后你知道我也 因为哥哥就后来就 推到美国 然后我也不知道 他们中间怎么样... 然后就可能就后来就发现 他们一直都有在联络 在WhatsApp上联络 靠学通信软体聊天 但是让相隔两屁的隋唐与Tony 聊出了火花 碰到对的人啊 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自然而然 就后来突然间有一天就是 我们约吃饭 就是哥哥还在美国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聊 然后我就觉得 常常不一样 然后脸开始 一声一声 你讲Tony啊 他的脸就在 那时候我们坐在一起吃饭 然后Aggie就会跟哥哥 在WhatsApp 然后突然之间哥哥不回了 然后他就 他就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然后他就看堂堂在那边 然后就那个 然后Aggie就说 你在跟TonyChamp 然后他整个脸就这样 红的就这样笑得 然后那时候我跟爸爸 我们就坐在那个 我们就说OK OK OK 对 学祖还蛮幸福的 就是我的公公 还有我的婆婆 美国的婆婆 还有佩霞姐 她们都非常非常很爱我 与Mr.Right交往不到一年就赏婚 这个大美人非賴佩霞莫属 正面激激的她 给了小两口很大的力量 我真的体会到感恩 才是力量的来源 赖佩霞过去这20年身份 是心灵讲师 一头俐落的头发 是她现在的菜类招牌 于80年代 鸿吉一时的模样 差很大 我爱这叶子茫茫 也爱那叶子茫茫 也爱那叶子茫茫 那我的第一个工作 就是在小统一牛排馆 弹钢琴唱歌 后来就有机缘 刚好唱片公司到 到统一牛排馆来 然后听到我唱歌 所以就把我签下来 你一定要知道 也一定不会感觉到 流浪一直不好 我心里又不想 我是她们签下来的 第二个歌手 然后后来就有 张青帆啦 江淑娜啦 江慧啦 比江慧出道的还要早 加上是混血的女星 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 让她一出道就受到注目 25岁就嫁缩人妇 没想到却是一段 不愉快的开始 生下女人谢培恩后 她却意外发现 老公有了小三 还会莫名其妙接到女神电话 与公婆之间的相处 也经常碰逼 当我进入第一段婚姻的时候 真的撞得满头包 我才发现说 人好复杂 原来人是在某一些时候 是会说谎的 是需要说谎的 没有嫁为人妇的喜悦 换来以泪洗面 孩子 孩子在学校都会画画 那 当我看到她画妈妈哭 那我就知道 她心里是担心妈妈的 那时候她也是很担心的 对 她那时候是幼稚园 然后 然后就像现在一样 我一哭她就回来 她甚至帮我擦眼 对 我记得这一幕 就是我记得 就是 现在是享受的 她很贴心 她虽然有时候看起来酷酷的 但是她真的很贴心 女儿的贴心让她坚强 后来下定决心离婚 更直接找来小三帮忙 让前夫愿意签字 我学到很多很多 我学到自己有多么的不足 但是我也看到自己的力量 所以第一段婚姻 我不认为那是失败的婚姻 我觉得那是很完美 非常完美的一个生命过程 阶段里面的婚姻 曾经恐惧再度接触夫妻关系 但还是在某个时刻 出现了对的人 第二段婚姻 我会碰到我先生 就是在媒体上 有时候我也提过 就是在飞机上 然后他刚刚好 就坐在我旁边 他一上飞机 我先进去 我是坐靠窗子 然后我就在那边看报纸 然后看完很自然 然后这个人就 有一个男的就这样 吹着口哨进来 我就觉得在剖阳光的 他就讲说 小姐 那个报纸 小姐 他不认识你是谁吗 他不认识 他就知道他是谁 然后他就说 小姐 我可不认识 等一下 我们应该知道 他是谁吗 谢先生是很有名的人吗 他是 真的假的 是... 今天大家所用的 所有的批判就是他发明 那他不有钱吗 全世界的都是他发明 对... 我好啊 OK 可以啊 怎么让他做这种乱沙发呢 第二任丈夫谢志宏 也有过一段婚姻 与前妻生下儿子Tony 也就是隋唐的老公 原本不考虑散婚 但受到当时 渔峰事件的影响 改变心意 我还记得渔峰的母亲 就会很伤心 就说这个孙子必须要回到他 前夫的身边这样 那时候Bob就在讲 他说你一天到晚在外面跑 他说我没有办法想像 如果有一天你出状况的话 这两个孩子必须要回去 他父亲的身边 就是说如果失去你 又失去两个孩子 所以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说好 那我们办手续 让你领养两个孩子 领养孩子必须要有婚约 因此他们决定再一次走向婚姻 你今天穿这么帅 今天是给人家 对啊 对啊 你放大他的优点 你就拥有一个好先生 你一直放大他的缺点 你的先生就是很糟糕 有一次跟我们家老二 我们家女儿讲 我说我好奇怪 你爸为什么会这么爱我 然后他就讲说 也许你的存在 会相映出到他的优点 小女儿的这一段话 也点出了婚姻的生存之道 赖佩霞二婚已经15年 从事心灵工作的她 也曾带着一家人 踏上印度土地上林休克城 对她来说 从心当艺人散播欢笑 现在的她将以自身经验 传递幸福的家庭关系 清朝慈禧太后 跟前最红的大太监李莲茵 竟然有后代在台湾 待会有独家专访 还惊爆李莲茵不是病死 是被谋杀死亡 稍后回到台湾大叔所知 聚焦人物 大家还记得清朝慈禧太后 身兵的当红大太监李莲茵吗 她竟然有后代 而且还在台湾 是中国大陆公秉女画家 林北格 已经在台湾定制了将近30年 她形势低调 不太使用行动电话 她首度接受台湾媒体专访 谈到从小听复兴讲到大的 曾祖父李莲茵 以及家中常常看到 宫廷的名贵赏赐 她也惊爆 曾祖父是遭暴谋杀 太后是观世音菩萨转世 这万物生灵啊 见了慈言也会沾点灵气 就你会说话 快 把这小鸟挂在我的寝宫上 许多寝宫剧都会有 总管太监李莲茵 她是慈禧太后 跟前的大红人 可说是幕后左右 清末政局的重要人物 是我的爸爸 清华大学教授 我的曾爷爷李莲茵 这是我 她是李美格 目前少数专攻 中国公秉化的女画家 她口中的曾爷爷 指的就是李莲茵 我们家族最早是汉人 因为他十岁入宫 然后一路从小主管 小太监做到大主管 要说起来是自己用那个智慧 和这个性命来做的主管 李莲茵不是太监吗 怎么会有曾孙女呢 这要从李莲茵的父侄辈说起 她的父亲开了庇护行 因为经营不善陪了老本 她儿子智能有些问题 于是就动了把二儿子李莲 送到宫里的念头 起初晋身之后 先在郑亲王府当差 13岁时才被送进宫林当太监 根本没有机会娶妻生子 我爷爷的爸爸是李莲茵弟弟 亲弟弟 因为李莲茵他没有小孩 因为他弟弟的小孩 都比较成熟了那时候 他亲弟弟 他底下的大弟弟 然后呢 这几孩子他也都蛮喜欢的 传统观念要有后代能送中 因此李莲茵就把大弟的二儿子李福衡 过继来当孩子 也就是李美格的亲爷爷 但是因为我爷爷支持这个康有为四君子 六君子变法为虚 得到李莲茵的老怒了 等于把变子减了 他又把三 他的亲弟弟 一个等于现在的是猫宝市的人物 都过继了 第二个也做他儿子 李莲对宫外的李家仁始终很照顾 比较珍贵就是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我爸爸就是家里分到的 什么乾隆的玉玺笔罐 什么还有那个水晶的 回想起小时候在家里 还看到许多清朝宫廷给的赏赐 都是李莲茵从宫里送出宫外给家里人的 家族确实那是家族万贯可以说 那是家财万贯 真的那是因为清朝那时候全国 他是奉贡 皇上一定得给这个总管 所以那时候你不用说 你就是一个打吸金的人 因为你是掌管清朝的命脉的人 你还能没钱 所以那时候家里后 就是我爸爸父辈的叔叔 他们都受益很多 民间相传李莲茵存放在京城各营号中的白银 就有一千六百多万两 是不是如此并没有一个具体依据 不过李莲茵说 一直到1949年中共建政以前 爷爷名下光是分配到的房子 就有九十几栋 我家有九十所房子在北京 但是后来也都流卧了 因为家里不太 后人不会理财 但是后来没有财 可理得一解放 都是吃姑姑的 大家都是就是那么些工作和一些报酬 都是有限的 到了李莲茵这一带 政治环境已然改变 优渥生活不在 但是曾祖父的故事 是从小听到大 爸爸讲起了我曾爷爷 特别可爱就是说 二老祖啊 这历史生啊 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王爷的心思 都在产嘛 老婆也能指个像样的姑娘 而王爷就阿弥陀佛了 因为很多事情李莲茵 实际说实话清朝 虽然说慈离的垂帘清正 真正听的是我曾爷爷的话 因为曾爷爷比较有续乎 而且还比较公正 老婆也生天了 慈禧太后已过世 李莲茵首校百日之后 随即向龙玉太后请示 退休回乡 过着相当低调的生活 三年后却突然死亡 李家人对外始终说是 立即病逝 家里至今都说病逝 其实是你害死的 李美格是李家首度对外证实 李莲茵是被害死的说法 因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 李莲茵在北京的坟墓被挖开 经见棺材里只有一颗头颅 竟然没有身体 被谋杀的说法不进而走 李莲茵是个非常有心机的 他知道慈禧已经往生了 大势已经去了 所以他就身居检出 可是有人想害的 一定得他约出来 所以他就赴宴 李莲茵是个非常有心机的 他知道慈禧已经往生了 大势已经去了 所以他就身居检出 可是有人想害的 一定得他约出来 所以他就赴宴 赴宴以后呢 等回家露伤 人不知鬼不觉的 就把他害死了 就是说李莲茵活着 对他们是个威胁 所以就被害死了 李家仁因为不想再引起纷争 百年来选择低调风口 因为在历史上 总归有功有过吧 一讲的李莲茵 打奴才 汉奸什么的 打太奸 打总管 都讲的人与人形的话很多 所以李家仁都比较 都比较老实 好讲坏都不太去评论 因为也没必要了 因为要说得经历太多了 李美格说 父亲在曾祖父李莲茵过世之后 还领了三年清朝俸禄 而家里也因为李莲茵 被赏了二瓶顶带花铃 封了正皇旗 总认为算是皇族贵胄了 更加在意后代的培养 因此爷爷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第三代也都是高学历 直到1949年有了巨大变化 过去都有私书 我爸爸都上私书 解放后这些就都没有了 因为他就新中国晚岁 其他古的东西都变成私旧了 破私旧 打倒资产阶级 李家许多财产都没了 我父母就做教员 做教员 家中我们六个小孩都要长大 所以比较辛苦 身为家中第二个女儿 李美格似乎早在一岁 就注定往后的人生路 因为我一岁抓着毛笔 我妈说我天生就画画的 母亲由着她随心去发展 一画将近70年 这个是我北京给我印的画皮 都是我的画 这个是我用这个 我们南投自己做的这个撒金纸 南投啊手工的啊 然后我就画的这个李后组 我的就是拿我这都是拿末 拿先拿蛋末蛋蛋糕以后 然后再渲染毛笔一层一层的染 李美格施程有黄山巨布之称的 当代著名画家董寿萍 北京口音浓厚的他 直到父亲故事之后 才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 曾经帮佳河电影公司画过画 后来更因缘机会来到台湾 我在内陆大北京结过一次婚 但是后来等于三年以后 离婚收场的 后来就等于一直也没有 没有婚姻了 这小孩的父亲等于是这个 就等于是这个 要迷信说就缘分异常 就这个儿子的父亲是本土的 屏东人 原来他在香港 遇上来自台湾屏东的男子 两人相恋怀孕 李美格随着爱人来到台湾 因为这小孩啊 一开始他父亲说 台湾好 台湾好 就来了 91年抱着他一岁 等我再回去 这小孩说台湾好 台湾好 我也就别人 一直拽着 好像迷信说这个地方 非得让我要在这干这个 画画 我后来入籍也没有 七 八年 也依亲 依着儿子入台湾 12 12 从一岁开始就在台湾长大 26岁的儿子 完全没有北京口音 他很贴心 知道妈妈要接受采访 帮忙带着画作和资料 一路陪着从石定 搭一个多小时的公车到市区 就一个没有人了 台湾亲人就是小孩 也不愿意当个凡夫俗子 李美格要以画为名 荣耀曾祖父李玲的一生 实现从小到大的想望 多想 等我的画得到世人承认了 有一天我一定要看世界有多大 连人光鲜亮丽背后的爱恨情仇 都在台湾大搜索之聚焦人物 我是奈琳 下周六下午四点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